歡迎收看小老婆汽車資訊網 我是阿娟 這次要為各位帶來的是 TGO模特動力推出的讚125 連續前代Bone E25的優異口碑 這次推出的讚E25 將功能性又更為擴大了 整體外觀上 比起Bone E25 又來得更精壯了些 依舊是維持前斜板的設計 但加入了較有弧度的曲面造型 有些許當家虎王TGO200接近的風格 前後方向燈、定位燈與尾燈 皆使用LED燈具 除了照度提升之外 更有著省電的優勢 獨具風格的尾燈 使用了燈條、LED組合而成 除了視覺特殊外 也增添了些許科技感受 大燈採用的是H4燈泡 亮度與照射範圍也都有提升 但沒有一併升級為LED大燈 是較為美中不足的部分 不過以入門車款來說 要是加入了LED大燈 售價大概又要往上堆疊了吧 除了外觀 在配備上 讚125有著與自家 SPRINT125相同的NFC智慧鑰匙卡系統 取代了傳統鑰匙的NFC感應卡片 有著與信用卡相等的大小 車收納方便外 更有著281兆組的編碼設定 確保極高的防盜性 想要私底下拷貝的難度超級高 整合電門、龍頭鎖、坐墊開啟 與油箱蓋開啟的無鑰匙開關 加大的旋鈕 就算戴上後手套 也能輕鬆使用 操作上相當直覺也非常順手 儀表方面 LED加LCD智慧儀儀表與專屬APP 也與SPRINT125相同 在原有的LCD儀表旁 加入了LED、氣氛燈 透過專屬的智慧APP軟體 可以控制LED氣氛燈的顏色與閃頻節奏 除了氣氛燈功能外 還可以作為超速提醒喔 透過專屬APP控制儀表也是其特色 專屬的APP內也有 車況診斷與保養維修履歷功能 誰說只有電人車夠聰明 更Smart的油車就是讚 PGO獨家的儀表防盜系統 也同樣在讚125上保留下來 透過專屬APP或儀表操作 輸入設定的四位數密碼後 才能開啟電門、啟動引擎 在防盜性上又增添了讓偷而退卻的動機 是不是很讚啊 前置物空間可以放進手機與飲料 在無鑰匙開關旁有著QC 3.0 USB 防水快充充電座 加深的設計避免雨天的雨水進入插座外 更能降低音外力碰撞而讓充電座或線損毀的機率 擁有統計車最低座高的讚125 只有735mm 比起自家的Spring125還要低 加上高達728mm的家常座墊 無論是載人還是載物 都無比輕鬆 座墊下的置物空間也是一大賣點 一頂四分之三安全帽 輕鬆直入外 還可以放進雨衣等其他物品 高達260mm寬的前腳踏 放入行李箱外送箱等都不是問題 而且為了讓有外送或是載貨需求的車主 有更讚的使用感受 PGO更為讚125設計了選配的後貨架與載貨平台 讓你無痛直上工作更順暢 動力部分更是讚 在引擎方面採用了低滾組的曲軸軸承 與低扭巨油風 活塞也做了潤滑塗層 飛輪磁電機同樣輕量化 更優化氣門正式揚程與閥門機構彈簧 這樣除了降低運轉阻力外 直接的好處就是提升燃燒效率與動力 在安全性方面 除了延續Bone125上的Bosch單回路ABS外 更追加了新導入的BCBS變比例煞車系統 這套系統能夠讓後輪隨煞車力道 平均的分配前後輪煞車配比 提升彎道時後煞車使用範圍 與減少車身直立效應 較傳統CBS高出16%的煞車性能 有效提升煞車穩定性與安全性 在配色方面 這次讚野五推出了 變色藍、炫亮白與泰輝三個色系 獨特造型加上豐富的配備 到底要賣多少錢呢? ABS版本79,800元 BCBS版本75,800元 以上的價格都含排鞋喔 目前購車還有優惠專案 車有18期分歧零利率之外 還有一年丟車陪車保障 前500位預購車主 還能得到讚飛行外套喔 上班上課的通勤首選 長短圖外送的絕佳夥伴 休閒娛樂的完美搭檔 一車三用可說是讚業務的大賣點 那麼各位又怎麼看待讚業務的呢? 記得在影片下方留言唷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分享加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是阿娟我們下次見 掰掰